好來做題目 立題 現在有這樣的導線 電流是從左邊流到右邊 再放了三個點距離寫給你 電流方向這叫東邊 有東西南北用東西南北回答 OK 請問你指導方向 在哪裡 指導強烈在哪邊 來 這叫做 安培右手定著對不對 所以要比 比 電流 繞一圈 繞一個圈圈 繞一圈圈 繞一圈圈圈要做什麼線 切線 做切線 A往裡面 裡面哪一邊 北邊 E往外邊外邊哪一邊 南邊 右手東 左手 右手東左爾西 前面北後面南嘛 所以 AB是向北 C是向南 有問題喔 沒有 這要方向 現在要大小 大家講過了 跟誰成正比 跟誰才反比 跟電流大小成正比 跟距離成反比 要告訴我距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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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越遠的力量會怎樣 越小 所以應該怎麼辦 A小於B 小於C 簡單小問題嗎 OK嗎 OK 換各位 這個 算是基本觀念 也不用比啊 這是自己學過的觀念 請問你 他 敘述 何者正確 A 這個 你選A喔 對 A 安培定律 長直 長直載流導線磁場 跟電流大小成正比 跟距離成反比 C做是錯的 安培 右手定則產生的磁場 他那個方向垂直的 前面起來提示過了 所以B是錯的 所以只有這個 他是一個封閉的同心圓 所以A是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了叫做A OK 好了 這個就要比一比了 來你看得出來這個 直針是導線的上方還下方嗎 蛤 下方 這題算有東西南北嗎 沒有 算有 因為這個沒有電的時候 N在左邊嘛 左邊哪一邊 左邊是北方啊 對 右邊是南方嘛 那哪一邊是東邊 右 是他進去的 進去的指的地方是東邊嘛 出來指的地方是西邊嘛 那你這樣電流 他有正負期啊 電流怎麼流 然後呢 在下面的 他直針會哪一邊邊 哪一邊邊 哪一邊邊 拿你的可愛的 安培右手定的都比完了 有人有答案嗎 沒有答案喔 吳小姐你也沒有答案嗎 你說哪邊 你說南邊對不對 對不對 安培右手比 第一個這個電流是朝右有問題嗎 繞一圈對不對 繞到下面 繞到下面是指向裡面 入紙面的地方 入紙面的地方 入紙面的地方是東邊啊 你的左邊是南邊啊 右 對不起 左邊是北邊啊 右邊是南邊 入紙面是東方啊 入紙面是東方 出紙面是西方啊 所以答案向東 可以嗎 可以 再來 這裡 他往哪一邊邊 按下開關之後 就是行程通路之後 他會往哪一邊邊 他往哪一邊邊 哪一邊 各位你的答案是哪一邊 你剛剛不是西邊 你看電流這樣比有問題嗎 由正極到負極 電流是從左邊流到右邊 放到下面 下面是進去的 進去的 十網是入紙面 入紙面應該是西方嘛 懂嗎 右手邊是北嘛 所以 左手邊是南 出紙面是東 入紙面是西嘛 所以我們就朝西方 這都是方向 那下一題是問大小 如果我把F的接點 接點朝F移動 請問你朝F移動 經過的電阻是變多還變少 變少 你把那個頭朝F洞 經過的電阻是變多還變少 變少 看得出來嗎 你把它朝F移動 它會 朝F移動 這是經過的電阻 朝F洞 經過的電阻會變少 你有看出來嗎 朝F洞經過的電阻會變少 經過的電阻會變少 電流會變大還變小 變大 變大 那變大的話 紙身偏轉會變大還變小 電流越大 電流遲早會怎樣 越大嘛 所以應該會偏轉會變大 F移動經過電阻會變少 所以電阻會變小 電阻變小電流就會 變大 變大 所以呢 磁力會變強 所以偏轉會變大 所以答案叫變大 好 這就是一些簡單的問題 考試通常都在考那個偏轉方向 你就一定要會我們的 安培右手定則 會要去比 會知道怎麼做切線 我剛才也提示了一個 你不會做切線的方法 會怎麼處理 今天要弄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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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